大家好,我是焦东小娃 今天回收了一台冰箱 就是这台冰箱 本来我以为是冰箱坏了,用户不要了 然后用户也没说 我拉回来以后,我插了电试了一下 这个冰箱竟然一点毛病没有 而且制冷效果还挺好 还能自动停机 压根一点毛病没有 底下冷冻都加霜了 管子像是饼啊 现在已经停机了 这个管子大家看看 这个管子虽然是铁的 但是一点锈也不长啊 一点锈也没长 增量增量啊 这个抽屉的颜色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啊 它的粘线已经不短了 已经塑料都贴散了啊 抽屉刚才已经冻上了 制冷效果特别好 还有一点啊 大家都知道冰箱管子漏 哪个地方容易漏 就是保鲜 保鲜后边容易漏啊 保鲜管 但是这个冰箱的保鲜盘管是同的 我问一些收费品的朋友 他们说这个型号的保鲜的管是同的 要不20年不会坏 这个型号是 BCD196 新飞冰箱啊 新飞 老新飞冰箱以前特别出名 而且销量特别厉害 但是现在已经停产了 已经没有了这个牌子 已经不出了 现在冰箱的后盖已经打开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工艺口 工艺口啊 原厂的 从来没修过 它这个压缩机是 iPhone662的 干冰箱维修的都知道 这个666串的压缩机啊 还有57串 47串 77串 质量特别好 而且是纯铜的压缩机 这个压缩机 一般不会坏 现在这个压缩机已经用了20年了 一点毛也没有 而且噪音也特别小 看一下制造日期啊 2000年1月生产的 这个盒 是保鲜和冷冻的接头 在这个地方 一会儿给大家打开看看 新飞的冰箱设计也是比较合理的啊 这个地方有个接头 大家看看啊 这两根管是从 有一根是从冷冻室出来的 然后上去 上保鲜 然后从保鲜下来 然后到压缩机的 现在已经结霜了呢 结霜了 通管的 如果管子漏了 可以单独从这焊开 对保鲜进行打压 但是这款冰箱 保鲜是通管的 它不会漏的 质量特别好 它这个冰箱接水盘是单独的 在前面 前面接水盘 它是高压出来一个管 把接水盘的水进行蒸发的 而且这个管是春铜的啊 因为这个管要泡在水里边嘛 所以是铜的 从这到这儿是铜的 冰箱叫我放倒了 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冰箱保鲜化水 接水盘 然后 这就是把接水盘的水给蒸发了 然后辅助散热用的管啊 村铜的 还有一点大家看看 因为这个门子啊 年限比较长了 所以它这个地方已经爆漆了啊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冰箱的密封条 密封条啊 沾的特别结实 一点也不漏气 而且开门的需要很大的力气 磁力也特别强 这个密封条 现在的冰箱有的 用过三四年密封条 然后就漏气 就质量特别差 因为有很多用户 找我去换这个密封条的 然后冰箱用的年数都不是太长 都是四五年左右 密封条就完了 这个密封条已经用了二十年了 一点缝隙也没有啊 一点缝隙也没有 而且特别紧 吸的特别紧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